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孫敏起 今日和大家講三分鐘視頻 今日的點題有四個字加一個問號 四個字是甚麼呢? 遇戰再緣 遇戰再緣為甚麼呢? 待會再講 今日新指數英俊 低開少少之後 反覆向好 再次一度逼近23900水平 不過有一次不能夠向上突破 接著升幅慢慢收窄 不過不是很多 最後收23806 升125點 成交690億 多一點 為何遇戰再緣 要加一個問號 小禎講遇戰再緣為甚麼 遇戰再緣 恆生指數 今日再升百多點 已經逼近兩個小雙頂的阻力 好像想突破 所以是遇戰再緣 加一個問號 原因是從幾方面講的 一方面外圍 在歐美市場的情況 特別是利率形勢 一方面 歐洲的利率形勢 好像偏好 因為大家憧憬 下週四 歐洲央行再開會 可能會再有刺激措施 刺激經濟 大家都知道 歐洲的形勢比較慘 有通縮的風險 大家憧憬 歐洲會再動手 刺激 令到西班牙倫意大利債券 是率先做好 但這方面 美國大家覺得 可能會縮減QE的規模 現在大家看著 下週五的數據 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 大家可能擔心 一月最遲一月 甚至十二月都要開始縮減規模 所以歐美的形勢 一號 即是一籃 一個可能收緊 一個人防鬆 這就是令到要打問號的其一 第二 新興市場都有這樣的情況 好像說股和債 股反面說亞洲區股市 看看圖 這就是韓國走勢 韓國走勢 昨天提到 正在整固 但偏穩 少少 但另一方面 印尼就差 但另一方面 加上 泰國就好 一個好 一個偏穩 一個差 其實搶一搶 好像好少少 新興市場股市 特別是亞洲區 但反過來 新興市場貨幣表現一般 最近 好像這幾天看到 俄羅斯的盧布和印尼盾 其實都一直在跌 躺著四年低位 新興市場貨幣差 資金好像流出 估好貨幣差 又是矛盾 加上今天看港股 個別股份方面 今天三個股份大動港股上升 分別是中國移動 騰訊和匯豐 其中中國移動是最厲害的 提升二十多點的大動恒指 不過你說是好嗎 當然走勢偏好 看到了 突破瀰亞降軌 但未確認真是一帆風順 一路向上 為何這樣說 一方面 現在升低密集區的阻力 差一點點到 另一方面還未突破 黑色線內的前浪頂 之時還未扭轉一浪低一浪的走勢 這刻還未延向好 特別是現在 明天升市場衝勁 有消息傳出 明天內地要發科斯牌 如果明天不發 就真的要投跑 看看消息會否落實 看看顧客怎麼反應 騰訊方面 今天向好也是有消息支持 入股消息支持 不過其實要看圖 這個前浪頂的阻力 仍然有一段距離 你說向好 但未正式一個新升浪的展開 未可以這樣說 只要匯豐 今天升少少 他都是像恒指走勢 都是如箭在原的感覺 如箭在原的感覺 或是潮一些 但問題 他仍未突破 所以幾隻股份來說 要是等消息確認 要是股份仍未突破 聲勢未確認 令恒新指數 是否要預戰在原 打個問號 所以明天看法就是這樣 是否取消問號 就看中移動和匯豐 如果裂口突破前浪頂的阻力 中移動 明天也是明天 匯豐裂口跳上去 如明天做得到這件事 就可以消除這個問號 如果不是 仍然維持之前看法 都在區裏面橫行爭持 直至下個星期 歐美重要消息 剛才提到 歐洋行議息會議紀錄 歐洋行議息的結果 以及受疫數據 之後才有明顯的方向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